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下午我们开始切个皮牙子 皮牙子把它切碎就行了 大家看 切成这样就行了 这样子就好了 下面我们开始切这个羊肉 大家看这是个风干的羊肉 这个风干羊肉做抓饭非常棒 下面开始切这个羊肉这个风干肉 大家看 这个肉非常棒 这个肉切成大块 它肥瘦相间 做这个抓饭非常好 这个在以往的视频当中 我们做过这个乌兹别克黑抓饭 等等一些抓饭 各种各样的抓饭 做这个抓饭 大家要掌握几个 一个几个环节 在这个 肉 再在这个炒肉 这个肉一定要把它拦干 炒香 炒到两面焦黄 晚点火 在前面前期 在这切皮牙子的时候 炒皮牙子的时候 把皮牙子一定要炒黑 把皮牙子不要倒出来 晚点火这里面才有味 这个肉 也可以弄成碎肉的 也可以弄成大块的 因为这个 风干羊肉 这个它这里面 本身就有盐味 所以我们在放盐锅 我们就要 要调整 然后再炒制 这个肉和这个 皮牙子的过程中 我们别忘了 一定要放入 这个 放一点白糖 让它提鲜 这样子我们的抓饭 就非常 味道非常好 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在这个抓饭锅 一定要 是不用这个高压锅 或者是 电饭锅 因为它就失去这个 这个传统抓饭的 这个味道了 这个抓饭 必须是 蒙熟的 蒙熟 让它的这个 它肉是自然脱骨 这种状态下 所以 这个抓饭 才 做的这个 米粒子一粒一粒的 碗里糊 大米充分吸收 这个 汤汁 碗里糊肉 是特别 酥软 下面我们开始操作 大家看今天我们这个 小锅抓饭的食材 准备好了 黄萝卜 根据情况 这个切心切粗 我们是 喜欢粗一点 完以后 在吃抓饭的时候 它不至于 就是烂掉 就是 还有形 完以后 大家看这个羊肉 想吃的多切一点 做抓饭 尽量是肉多一点 吃上 才 过瘾 下面我们开始操作 下面我们准备一点 这个 大米 大米用这个 温水泡发 泡半个小时 这样子 效果更好 下面我们开始热锅凉油 先倒入这个皮啊子 翻炒 刚刚讲到的皮啊子 一定要把它炒 焦黄 这样子 味道 才能送到油里面 我们今天用这个铁锅 喜欢用这个铁锅 但是 大家也可以用这个鱼锅 都可以 这小锅抓饭嘛 加鸟 这个非常好 蒙出来的味道也非常好 大家看 皮啊子炒成这种虎皮状 我们就下入肉 继续炒 我们把这个肉下入 先开始炒 这个肉 就是关键 一定要把它炒得 给分拦干 然后 可能就是两面焦黄 这个程度就行了 非常关键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大家看 这是我们的肉 有一个焦黄的 这是我们就下入咸盐 放入两勺白糖 提味 大家看 炒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哎 这个肉是金黄 嗯 咱们给我们制食 放入这个黄萝卜 我们就去把黄萝卜加入 啊 进行翻炒 翻炒了一两分钟 我们就开始加水 大家就有证明 一定要加开水 啊 加热水 啊 就行了 这是我们加入这个 热水 开水都行 大家看这个水哦 根据这个量 一定要控制 嗯 这时候我们 开一口 这个汤汁 我们就要调入咸淡 就看 这时候我们 呃 调入咸淡 啊 咸盐不能放太多 啊 因为我们这边放的 要 要不能盖入肉的味道 这时候我们可以放点 孜然啊 可以放入点孜然 这些 完了以后 增香 根据自己的口味 这时候我们把大米 倒进去 把大米一定要让平铺 我们把大米让平铺里后 这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表面 撒点葡萄干 或者薄薄 等等一些 根据自己的口味 完了以后我们 这样 水放的程度就行了 然后我们把它蒙住 蒙大概 四十五五十分钟 最少啊 这样慢慢的小火 一定蒙它 经过四十分钟 我们的抓饭好了 大家看 一层一层 大家看 我这个吃这个抓饭 已经把它拌小 大家看 这样子我们这个小锅抓饭就做好了 抓饭一定要配这个榨菜 这是个黄金组合 这个抓饭 无论颜色 还是营养各方面非常搭配 尤其是这个 我们这个风干肉 风干羊肉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红月里图 希望大家点赞关注 和在评论区进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